今天老维哥来和大家分享 在澳洲玩基调 什么样的控线方法才能上这么多鱼 今天老维哥来分享一下 内弯全油洞的线组的控线问题 首先我们基调杆 然后手下轮 然后我们想象一下 现在就把鱼石给cast出去 这很远 坠到水面上了 水面上之后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线 给收紧 收紧了之后 拉成一条紧绷的直线 这个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线杯打开 把这个线杯打开 现在我们想象一下 这个是底下的八字环 下面有紫线 有鱼钩 有鱼石 这个上面是一个潮瘦 增加了水的阻力 这个就是所谓的阿波 撑起来 放在水面上 这个0号 00号 都是浮力很小的阿波 它一直在水面上撑住 那你看我们把这个线杯打开 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 后果就是带着重量的这些线组啊 逐渐的呢 从这个水面上的阿波的这个孔里啊 一点一点的往下走 一点点往下走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它这么走 那不就是无限的向下走了吗 它其实事实上就是会走到底的 但是我们呢通过打窝啊 已经把这个鱼啊 锯在这个位置上 但是鱼呢是在3米深 还是5米深 7米深 还是9米深 我们不知道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打开线杯 让它一点一点的往下走 这个鱼石啊 就会自己去找寻 这个鱼所在的水层 而且呢它走的很缓慢 我们没有放那种大的铅球啊 大的铅坠之类的 所以它通过三四分钟才能走到那么深的地方 因为水在动嘛 它就轻轻的往下走嘛 而且呢走的过程之中 因为我们没有加那么多铅啊 它会被水吹出来 一个45度的斜角 你想像一个鱼石啊 被水飘着45度 这么一点点往下走的过程之中 鱼会怎么想 鱼会觉得那个虾是一个活的 被水冲动的 可能它在动 而且还有挺像真实的一个 就是它鱼的戒心就没有了 你记住它这个斜角45度的时候 是鱼最爱吃的时候 然后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一口咬住 然后被钩刺到之后就乱窜 它窜会发生什么现象呢 我们这个线杯啊是打开的 它一窜就带着这个线啊 不停的往外冲 你就会看到这个线就往外喷了 当这个鱼斜45度的角 很自然的鱼石在飘的时候 它一吃一扎一疼 它就带着这个线使劲往外走 你会感觉到这个线杯上的线 突然少了好多圈 这个时候你要赶紧合住线杯 然后与此同时呢 把那个肝它使劲往上一踢 一刺就把那个钩啊刺到鱼的那个肉里 这个时候这个鱼就稳了 这出现的这几圈是最刺激的 你不能把这个线杯合得太早 合得太早呢 那个鱼钩啊 根本就还没有被鱼吞下去 这个时候你就算提肝刺鱼 有的时候就刺不到 它又拖出去了 所以你要让它喷线 喷得挺完全的 就喷个两三米 喷个五六圈 这个时候你的扣线杯 这个时候才是最稳的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